提早为原住民妈妈们庆祝母亲节 庆祝市政府4月30号 在顶铺里文化健康站 办理伊娜部落创意美食 常在我心感恩活动 除了有精彩的乐团表演 原住民族传统祈福仪式之外 也邀请餐厅主厨带来了风味料理 让每位长者都玩得不亦乐乎 今天是我们在 游民科在我们顶铺文件站 举办提前庆祝母亲节的活动 我们邀请了原培的原民学生 一起来共同对长者 带来一些欢乐活动 希望长者在这边 能够度过快乐的一天 我们文件站在107年之后 开始积极争取 由原住民信心障碍协会来承接 每年都争取了三四百万的经费 希望让以原民为主体的长辈 能够在这里来共餐上课 也提高了学用费从一千元提到到一千五百元 然后另外我们在纳鲁湾那边 也争取了公园广场整地 成立一个美丽的公园 现在更在积极进行我们的文化聚落 也向中央争取了四千万 未来那边会有一个非常美丽的文化聚落 让原民有个共同聚会的地方 那希望让原民的生活 能够更好更健康 新竹市55岁以上的原住民长者 虽然只有552人 但为了让他们也能享受到同样的长照服务 新竹市政府每年都积极向原民会争取预算 希望能够提供一个更友善的长者照顾空间 提供更贴近援助民族文化的照护服务 凯破新竹简书期采访报导